台灣和巴布亞牛井內亞 曾有過短暫的16天邦交關係 但即便沒有了邦交 台灣還是努力透過各種方式 來深化雙邊的交流 包括在農業方面 台灣在這裡設立了兩座農民培訓中心 要把台灣累積多年的農業實力 傳給當地 我們留在這裡一段時間 我們不會學習什麼樣的 所以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工作 我們在這裡跟Mr.Morris和Wincent 他們會學習更多 如何種植 生育 生育 如何傳承 給醫療 技術團教導八牛農民 種植台灣的台中仙十號米 芋頭 甜玉米 苦瓜等作物 平均每年可培訓200到300人 讓當地由粗放農業 進入規劃型農業 平均產量增加五成 且有餘育賣到市場 稻米還成為當地主食之一 他們吃的米主要是澳洲進口 那麼澳洲的公司就跟他們民眾講說 這裡不能種水稻 這裡的水稻生產的品質不行 不能吃 他就是說他們要進口 不要我們去推廣 在那個時候我們就慢慢去推廣了以後 整個八牛才慢慢開始有人在吃米 所以說他們的主食 現在已經有改變成稻米跟芋頭 談到未來願景 方再秋說希望能讓當地建置產銷系統 透過集體種植力量將農作物大量銷售到市場 中央廣播電台記者楊仁祥、謝嘉欣 在巴布亞紐吉內亞末世筆港的採訪報導 。 靠北團 。 B 。 。 。